去年就領到 哇~~~ 對對對 你看你要唱幾場商業 這一兩年 因為你說景色比較不好嗎 我現在進場是漂亮的時間 當然是非常的漂亮 你現在很漂亮 你是拿著語錄唱 你現在講進場 兩年後 不要說兩年後 大概一年後你會覺得 你是少年武神 對對對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 你們要服了 因為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解決投資的問題 讓我們歡迎村股達人 謝富士 富士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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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我從來不跟來賓 就是要賴 那小姐賴師 我也要 我也要 就是每個禮拜跟你請安這樣 沒錯 因為最近股市非常的動盪 所以大家有很多問題 那我們今天第一題 問題是什麼呢 第一題的話是桃園H 他說他只是一名月薪 三四萬一個上班族 目前的話三十歲出頭 之前因為股市短線太好 一個月賺一二十萬 槓桿越開越大 但最近局勢超爛 越賠越多 賠到三百多萬 哇 有在想說是否應該完全出場 但是每每想到之前賺錢的快感 就覺得有一種癮 無法甘心已經賠掉那些錢 那現在手邊指向最後的五十萬本金 麻煩表姐 馬克 紀董 小賴 你們給我一點意見 我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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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我們真的沒辦法 所以就吵到夫婿哥了 這個桃園的小姐跟我二十五年前 幾乎一模一樣 一九九九年 剛好是亞洲這種方法疊很深嘛 對 他開始大反彈 然後又遇上所謂的 我們過去這兩年的那個網通泡沫 比那個一九九九年那個 是小case 所以我三十萬 在一年之內 這樣滾到 一百五十萬 哇 頭期款 你知道嗎 對 如果薪水一個月才四萬八 然後才一年多 一年就算一百五十萬 出社會不到兩年 就一百五十萬 而且那時候的管制還非常的便宜 對 一百五十萬可能 可以付頭期管就有了 但是你知道嗎 一直到一百 我記得到二零零年 什麼叫千禧年 一個意外發生的 全世界股市開始崩盤 讓整個電子股殺下來 台灣也受到千年 全世界都受到千年 就跟現在一樣 你知道嗎 台股我記得 所以你的一百五十萬變成 一百五十 我那時候還知道停損 震大概四五十萬 退場 賺十萬退場 沒有退場 不甘心想說我要繼續改反彈 進入股市那個壞毛病 完全都沒有改 就是喜歡融資 聽名牌 然後也不看公司的基本面 就是喜歡做那個價差 就是優閒賭博你知道嗎 雖然已經賠了一百多萬的 壞習慣還是沒改 我記得到2003年的時候 那整個就真的不行了 因為我當時有做融資 然後還用信用卡去借錢 那最後我受不了 那個 結果跟我爸爸求救 他當時剛好勞保退休 那時候還不能月領 是一次領喔 我記得他領了好像一百 一百五十萬 他就給我一百萬 就給我解決我的 我的債務 人太好了 所以從2003年 退出市場 還欠爸爸一百萬 一直到我四十二歲的時候 2012年的時候 我跟我太太大概兩個人 有一些儲蓄了 拿了儲蓄一百萬 重新進入這個市場 那這是我學乖的 就是說我就做一個 長達二十年的計畫 我就希望說我六十五歲的時候 就一年有五六十萬的股息就好了 就往這個目標前進 一個月五萬 一個月五六萬這樣就好了 沒想到大概八年就達成了 像去年就領到七十二萬 今年 哇 對對對 不是不是 都股息喔 你說被動八十萬嗎 對 就漸進股息喔 在家睡覺都給你七萬 是一年是不是 一年 一年 老師有建議這個 H小姐是直接退出 先退出 他要東三在即 就是要整個改變以前的那個 做官法 思維 做價差 他不能再做短線 對 但我也想問因為今年的股市非常差 所以也想問一下 就是 表姐跟富屈哥 今年股市這麼差 全部你們都賠多少 很多 每年我這個爛小孩都賠 每年打開的時候都用 你還會看 我說有時候都放 我也都放棄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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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假如跟去年底那個數字比較 我大概虧了 虧了大概兩百多萬元 哇 賬面上少了兩百多萬元 但是巨哥怎麼感覺非常的安息 對 那比以前都要安息呢 因為以前2000年 兩年前才有一次崩盤大家記得嗎 COVID剛開始 剛開始的時候 熔斷 台股從一萬多點 一下子 跌到八千點耶 跌了四五十趴 而且才三個兩個月而已 很恐怖的耶 但是 為什麼現在不會擔心耶 你假如每年有個五十萬 就像縮房住一樣 八十萬 一百萬 這樣的一個 穩定的現金流入 比你 那個富裕感會要強很多 你有三千萬在做股市 那是做短線的 現在的三千萬搞不好 明年變一千萬 搞不好五年後就 但是假如你有一筆資產 那你是做很正統 正確的投資 然後它 它是很 那個穩定的知識 你說五趴就好了 三千萬就一百五十萬 所以今年你知道嗎 我雖然贊面上虧了 兩百多萬 但是今年我 iPhone14不是剛推出嗎 對 我記得11月5號跟我 太太是結婚紀念日 我準備要買一支當結婚 送給她 那老師我想問 像我們這種投資小白 如果要存股的話 要買哪些股票比較適合 是像那種金融嗎 或是 金融比較穩健 金融也不是全部的金融 很多投資達人都喜歡關股 但是我 長期而言我覺得關股 關股是嗎 趙峰 趙峰 滴 華南 彰化 長期而言 關股銀行的競爭力 是一直在節節敗退的 民營的銀行 像元大 中信 國泰 他們一直在慢慢上升的 而且 過去十年這個趨勢 你講拉長時間非常的明顯 所以 這個趨勢也要看清楚 那我怎麼知道一支股票 它現在夠平 然後可以買它呢 每家公司它每年都會配息 配息紀錄 你把它過去十年的配息 把它抓出來 把它的配息再除以十 就是它的所謂的 恆常性配息 然後你用這個配息來看 大型股一千億市值的 我們說至少要 買進的時候至少要有 4%的殖利率 所以大型股我要求4% 中型股我要求5% 然後小型股200億市值以下 我要求5.5% 我是這樣在做要求 因為我最近收到兩三個粉絲 就表妹說他們男朋友就是 因為進入股市 然後前天在盯盤 所以呢導致他們心情非常緊張 跟憂求 所以他們都完全不碰女友 問我該怎麼辦 對 這題我真的是答不出來 所以我覺得一直盯盤很不健康 對 那即使你賺到錢也真的是 你就賠了人生賠了親情 我覺得大家不要盯盤了 就講那時候能夠專心一點工作 那現在搞不好成就會不一樣 那你想要投資ETF投資股票 你挑幾檔你喜歡的股票 我剛才講那種既有股 那你可以定期定的去投資啊 現在譬如說很多券商都說 你假如挑五檔股票 那我那個一個月我要扣1萬塊 五檔股票裡面還包括 兩檔ETF 那1萬塊 那這五檔平均每個月 兩千兩千兩千 那你就這樣一直給它扣 你就不要管它股價高或低 反正 反正你就一直定期定額扣 這樣就可以 客足市場的波動 這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投資的一個方法 小核 那記者你自己定期預料 你是用什麼做的 我自己是用那個元大證券 就是定期定額 超紅的啊 對 超多的在用 對 而且它現在有優惠 就是你只要你定期定額 累積扣款三次 那很簡單啊 就有兩百塊的手機費 幾公斤 然後你不管是投一千塊 最少 因為你用定期定額最少一千 然後或是十萬 你的手機費就只要一塊就好 喔 那信息是滿高的耶 然後像因為你還沒 你開了嗎 他沒有 他就買房子就好了啦 你趕快沒有 他就不交貨了 你又跟我一樣的 你又跟我一樣的 如果像小賴這種沒有開過的 你現在去開 你就有七百塊的新的 好棒喔 七百 好我想問一下老師 這一兩年 因為你說警戒比較不好嗎 我現在進場是漂亮的時間 當然是非常的漂亮 你現在很漂亮 你現在講進場 你現在很漂亮 兩年後 不要說兩年後 大概一年後你會覺得 瘋狂 你是 你是少年股神 對 你就可以上節目 我是好奇奢 我來跟他聊一下股票喔 對 我就在二零二年這個場 對 但是 但是存股其實不能撒打存啦 就是因為 像剛才開場的時候 可能不許跟我說 他其實是有目標不存 對 他用七年可能就達成這樣 但 如果回到剛才問 問問題的JLH 那他該如何用五十萬本金去做的話 那他到底可以達成什麼樣的目標呢 我看你那個做存股 你至少要做兩張表 自己畫出兩張表 一張叫做生涯計畫理財表 譬如說他用五十萬的本金 對 然後六趴的殖利率 那第一年可以領到 三萬塊的股息 對 那你第二年 你要要求說 每年再額外存四二萬 一個月一萬 再定期定的去扣款 好 那你這樣再做 那我想 第二年要達到成長十趴就不困難 三萬 第二年領三點三 三萬三千塊 負利 對對對 那這樣做二十年下來 我想應該會有三十幾萬 對 每年大概有 所以還是很有希望 對對對 三十幾萬就是每月加薪 而且這個只有算說 那個比例的報酬 我剛才講過說 股價的報酬 對 搞不好你這二十年當中會給你 逮到十幾次的 標普 對不確定你剛才說 還有第二個表 第二個表是 他要怎麼做呢 今年要 那個五十萬本金要拿 三萬塊的股力六趴嘛 嗯 那你譬如說投資五檔股票 那你把他的股 配的配息 你把它紀錄一下 為什麼 才領到兩萬八千塊 短少的兩千塊 是怎麼回事 那你就想說 哪一檔股票出問題 這檔股票怎麼配息 比我預補少 那可能要稍微做調整 你就可以調整 所以每年那個股力成長十趴 需要後面還要加一個欄目 調整 管動式調整 對對假如說 你明年預估是要領股力 是三萬三千塊 欸 突然變成 四萬塊 我告訴 好的也要調整 成功也要複製啊 成功的經驗也要複製啊 成功的經驗也要複製啊 這個 失敗的經驗要避開 以後別的也要避開 對啊 今天非常謝謝傅序哥 謝謝 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前進苦海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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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